出门耽误去幼稚园接女儿迟到,竟在隔壁小学看见出差的老公,我正要叫他,却见侄子喊他爸爸,他竟出轨表妹送了一栋别墅,我怒急一招,让他付出代价。 因为出门时,接到了一个资产清查的诈骗电话,我比平时晚一些,才赶到女儿的幼儿园接他回家。 时间恰好赶上了对面小学放学。 刚一下车,我的目光就被小学门口一个熟悉的身影吸引了过去。 此时应该在上海出差的林郑,正从一辆黑色奥迪上下了车。 按道理,他应该明天才回来,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 我以为他是想要给我和女儿一个惊喜,却马虎地搞错了孩子学校的地址。 正想要走过去叫他,却看见一个穿着校服的小男孩从校门口跑出来,一面高喊着爸爸,一面兴奋地扑进他的怀里。 林郑一副慈父母样,开心地将孩子抱起来,问他,想不想爸爸。 我当场实话,呆立在原地,只觉得耳边一阵轰鸣,身边万物仿佛都不存在了。 为剩下小男孩那一声爸爸不停在耳边回响。 我大脑一片空白,思维完全跟不上眼前所见情景。 林郑,背着我,有了一个在读小学的儿子。 二 一周前,女儿放学回来和我说,看见他爸林正在对面小学门口,接走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子还口口声声喊他爸爸。 我当时完全没有走心,林郑这次出差,走了差不多两个月,我只当孩子是想爸爸看错了人。 直到第三次他在和我提起的时候,我开始有些不耐烦,甚至严厉地训斥了他。 以我对林郑的信任,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他会背叛我,甚至有了孩子。 可眼下这一幕,真是令我既内疚又羞愧。 林郑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我更辜负了孩子,让他受了委屈。 妈妈,女儿的声音在身后响起,瞬间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我仿若从云端坠落一般,回到现实。 低头看见女儿那双盛满疑惑的双眼,压住心头滚滚的各种情绪,笑着揉了揉他的头。 余光瞥见林郑牵着小男孩转身,我下意识地将女儿抱起来上了车,巧妙地避开了双方的视线。 我没勇气现在揭穿林郑,更不忍心让女儿知道真相。 浑浑噩噩上了车,一路上闯了两次红灯,听了无数次旁边车的鸣笛示意。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车开回的家。 可刚进了小区,震惊地发现,林郑开的那辆车,一直在我前面。 她也驶进了我家小区,缓缓开进了对面单元的地下库。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十年我对林郑有多信任,此刻内心就有多崩塌。 晚饭我几乎历米未尽。 哄睡了女儿后,更是一夜没有合眼。 我和林郑结婚十年,女儿才刚五岁。 可那个口口声声喊她爸爸的男孩子,穿着小学生的校服,起码七岁。 若真是她的私生子,那岂不是才结婚不久,她就背叛了我? 我只觉得胸口一阵闷痛,喉咙处一股腥甜味翻涌上来。 不敢再往下想。 三,林郑生意上遇到了巨大挫折,负债过亿。 她请的律师给出专业建议是,我们先办理离婚,以确保部分财产安全。 我们结婚十年,患难与共,白手起家。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这个离婚不离家的办法,要与她携手共渡难关。 但昨天的一幕,让我不得不深思。 经过一夜的辗转难眠,我决定在查清事情真相之前,拖慢林郑和我办理离婚的进程。 第二天一早,我趁林郑还没有回家的空档,把户口和结婚证送到了闺蜜屈小狄家。 要她替我保管,顺便简略地和她叙述了昨天下午的事情经过,以及我们准备办理假离婚的事。 小狄根本不信,甚至怀疑我看花了眼。 别说小狄不信,恐怕熟知我和林郑的所有人都不会相信。 林郑相貌平平,出身平平,唯一的优点就是憨厚老实。 当年正是因为她的憨厚和老实,才在一众追求者中脱颖而出,被我父母看重。 二老苦口婆心,劝我放弃了颜值更高,能力更出众的段安俊,选择了她。 原因是,其貌不扬的人更不容易背叛婚姻。 结婚后,林郑确实对我很好,又很努力上进。 十年间,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把家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我对她极其信任,从未想过她会背叛我。 所以,我心中还是存在幻想的。 希望一切都是误会。 但是公司危机,要离婚保资产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事情可以往好的方面想,但要以最坏的结果做打算。 事情闹到最坏的地步,不过就是真的离婚。 两个大人都可以重新开始,但可怜的是孩子。 大人还可以再婚,可孩子就真的缺爹少娘了。 我心里疼孩子,想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本身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根本咽不下去这口气。 我足足在小迪家躲了一个上午,才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回家准备开始面对林郑。 四、我和林郑说,找不到结婚证和户口的时候。 她明显地情绪暴躁,坐立不安。 她握着我的手,壮似深情。 阿桑,你再好好找找。 咱们如果不能快点办理离婚,就什么都保不住了。 若是离婚分割财产,我能保住的是不是只有现在住的这一栋房子? 我开口反问。 按照先前的计划,我放弃夫妻共同财产,只要求留部分不动产。 但冷静下来后,我才发现这里面漏洞百出。 她根本是在和她的律师盘算着,怎么让我净身出户。 林郑神色一致,有些支支吾吾。 她什么也不用说了,答案呼之欲出。 我觉得一阵晕眩,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脸,变得无比陌生。 近两年,林郑总是以生意往来为由,频繁供出。 身边不少人都提醒我,要多加注意,小心倍率。 但我对林郑的人品很有信心,从来没想过,她会做出什么不轨之事,对大家的忠告充耳不闻。 可眼下,确实有些啪啪打脸了。 我几次想要问她昨天在哪儿,那个小男孩到底是谁,她的妈妈又是谁,为什么要背叛我? 特别想跟她歇斯底里,但最终都控制住了。 她要真是处心积虑,想要骗我离婚,算计我的钱财,那根本就是和我一点夫妻情分,也没有了。 女儿可以没有爸爸的爱,但如果连钱都没有了,大概是很难健康快乐,长大了。 我痛定思痛,决定不再自欺欺人,追查真相。 保护自己也保护女儿,更要林郑为自己的背叛付出代价。 我一面拖着林郑不去办理离婚,一面密切关注她的举动。 果然不出三天,她又借口出差,不再回家。 这次,我特别留意了她的去向,在她出差后的第四天,终于看见她又开着那辆奥迪回了对面楼。 与此同时,我也出了高架,聘请私家侦探调查她。 几乎是在她踏入对面楼的同一时间,我的手机连续震动了多次,微信收到了一连串的信息。 打开后,是私家侦探阿K发过来的照片。 照片里有林郑,有那个我见过的小男孩,还有一个正怀孕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女人。 最后一张照片,清晰地拍到了女人的容貌。 在看到那张脸的瞬间,我的头几乎快要炸开了。 五 对面的女人,身量不高,因为怀孕身材臃肿。 一张圆脸,五官寡淡,但神色里透着柔弱和质朴。 这种质朴的神色和林郑如出一辙。 当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血亲之间刻在基因中的相似,如今看来,倒也未必。 我已知的她的身份,是林郑老家远房的表妹,叫王蕊。 我们结婚之前,这表妹突然从老家来投奔她。 我和林郑拿了钱出来,供她读了夜校,学的会计。 她也很努力,后来考上了从业证书,我又托关系,找人帮她在某国企下设的厂子里,谋了一份初耐的工作。 几次碰见过她的同事,都对她的人品和能力表示赞同。 我一直对王蕊的印象很好。 那段时间,常常请她来家里吃饭,送过她很多小礼物,把她当成自己的亲表妹一样对待。 后来,林郑说她和一个夜校的同学谈了恋爱,没多久,两人就谈婚论嫁,她辞了工作,去了对方老家。 当时知道她结婚,我还让林郑给她封了一个大红包。 多讽刺,我很可能用钱和善心,帮助情敌走上了人生巅峰。 察觉真相后,再顺势推敲过往。 后知后觉的发现,早就有蛛丝马迹提醒我,王蕊其实就在身边。 大概在半年之前,楼上住户漏水淹了我家,我几次敲门都没找到人。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找到物业,让他们提供业主名单。 当时确实在名单上瞧见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蕊。 我以为是恰巧同名,根本没有多想。 更是万万没想到,林郑竟然这么大胆。 在同一小区买了两栋楼,一栋给我,一栋给她表妹。 伤害性和侮辱性并存的打击,让我耳朵一阵轰鸣。 阿K又发来一条新的信息,很简短的询问,需要查识对方的身份和来历吗? 当然要查。 我手指颤抖着打出几个字。 要? 加价多少? 对方回得很快。 我们俩你来我往,刀光剑影一番后,我把价格讲到了最低。 我实在是不想再在林郑和王蕊这对狗男女身上多浪费一分钱。 等待调查结果的同时,我也没闲着。 因为公司是我们两个共同创建的,而且出示资金是我父母当年卖了两套房子支援的。 所以,在生下孩子之前,公司的实际掌权人一直都是我。 我留下了一套实力雄厚的老班底。 我准备要背着林郑,摸一摸公司的情况了。 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 林郑把最重要的财务和人士两大总监都换掉了。 而当我联系到曾经的两位同僚时,才知道,早在两年前,林郑就以他们工作上的小小失误将他们开除了。 虽然林郑对元老们做得有些绝情,但他们确实工作上存在纰漏,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和我说这件事。 偶尔我们私下聚会的时候,我也从不提公司的事情,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在给他们保留尊严。 可实情是,我完全被蒙在鼓里啊。 换掉人事和财务的最大可能就是,林郑开始打公司的主意了。 我忽然想起自己接过的那个诈骗电话,迅速翻开通话记录,把电话重新拨了过去。 对方果然并非电信诈骗,而是本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投资公司。 在要投资我和林郑公司的新项目时,发现半年内有不符合规定的股权转让。 而我是转让人,需要和我核实情况。 几番攀谈核实后,我才在对方的叙述中了解清楚。 原来林郑竟然已经偷偷地背着我,将我持有的那部分股份转让给了王蕊。 如果一旦离了婚,公司的一毛钱我也分不到。 这些年的奋斗等于全部打了水漂。 林郑好毒。 如果不是离婚需要两个人带着相关证件亲自去民政局, 是不是林郑也能背着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离婚手续也办好了。 如果说之前还有伤心,那此时此刻我有的只有愤怒。 我火速和对方约好了时间,准备面谈。 但当我按时来到约定地点的时候,等着的人却着实吓了我一跳。 六 一个西装革履,身姿挺拔的男人,正面带微笑着向我招手。 这张脸很熟悉,熟悉到好像十年都没变。 我惊讶地走过去,打招呼,断安俊。 他是我大学时候的同学,在家里介绍我和林郑认识之前, 我们情投一合,就差捅破一张窗户纸。 后来我和林郑在一起后,他出国留学,十多年没有联系过。 此时此刻,在我人生危机重重,极其狼狈的时候,他竟然出现了。 我有点尴尬。 段安俊却很是从容,绅士地帮我拉好椅子请我坐下,又点了我惯常爱喝的咖啡。 开门见山,遇到麻烦了。 并且跟林郑有关。 因为曾经有过一段灰暗不明的感情经历,我是想要瞒着他的。 可是这些天林郑给我的重击,让我比平时脆弱很多。 我几乎将事情合盘拖出,说到委屈处,眼泪夺眶而出。 我不是个轻易能向人吐露心声的人,如果不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绝对不会情绪全面崩盘。 段安俊很了解我,他眼底闪过一丝疼惜,递了一张纸巾给我。 没有嘘寒问暖,也没有客气的肢体及语言安慰。 他很直接地提出,不如,我们合作。 你要股份,我要项目。 在危机面前,年轻时候的情情爱爱,和中年重逢后的尴尬无措,都可以靠后放一放。 我们一拍即合。 决定人为给林郑公司制造商业危机。 与此同时,我收到了阿K的调查结果。 原来王蕊根本不是林郑的什么表妹。 俩人在老家的时候,就办过酒席结过婚,只是没有领证。 在林郑老家人眼里,林郑和王蕊是正经的原配夫妻。 王蕊当初来找林郑,也是来逼宫的。 在王蕊心里,我大概才是十恶不赦,破坏他婚姻的人。 但事实是,我被蒙在鼓里,且是林郑受法律保护的妻子。 她当初没有选择和我说出实情,还在我们结婚后选择横插一脚,就是道德品质有问题。 查清了王蕊的底细,我决定先发制人,找上了他。 准备搅乱林郑的后方阵营。 我单刀直入,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他和林郑的一切,要求他退出我们的婚姻。 王蕊看似柔弱,实际上是个狠角色。 没有慌乱,不动声色地告知我,他和林郑的大儿子今年九岁,他早在我和林郑结婚之前,他就怀了孕。 言语之间多处暗示我林郑跟我没什么感情,不过是想借由我在大城市立足而已。 我如果深爱林郑,且真心为了挽回婚姻来找他,这一回何早就被他打得体无完肤了。 我并没有想要真的跟他一决高下,没有顺着他的情绪引导,反而是迅速反攻为首,摔门就走。 据阿K的前线一手消息,当晚林郑回去后,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王蕊大概是觉得胜券在握,在我的刺激下,要抓紧逼宫上位了。 林郑到底是有头有脸的成功人士,昏变丑闻,他可未必吃得消。 王蕊一闹,林郑势必起逆反之心。 而且,我还掌握了更新的消息,成功人士林郑的身边,一直不乏年轻貌美的新人。 和他浓情蜜意的年轻姑娘,不在少数。 林郑对王蕊,未必有多深的感情。 而王蕊能拿捏林郑的,只有孩子。 林郑家重男轻女,王蕊生的儿子,就是他的上方宝剑。 而下一步,我要做的就是夺剑。 七。 我和段安俊一直联系得很频繁,除了微信和电话,几乎隔两三天就会见面。 我们同专业,并且在相同领域工作,从调查公司财务状况,到研究新项目方案配合十分默契。 又因为我林太太的身份,能够顺利拿到很多内部资料。 我和段安俊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制定好了一套方案。 很快,林郑公司面临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他整天焦头烂额,是真的天天加班到深夜,为了争取资金,各种陪客户喝酒,各方面打点。 在他特别忙碌的时候,我却连续三天选择孩子们上学的时间,登门拜访王蕊。 目的只有一个,试图使他情绪崩盘。 反复要求王蕊退出我和林郑的婚姻,价钱他可以随便开。 第一次和第二次,王蕊都算对我客气,第三次果然有些绷不住。 讽刺道,你以为我十年的青春是钱能买的吗? 我也是真的没想到他会说这样的话,回对他,那你以为我会把所有一切拱手让给你吗? 然后,非常优雅从容地给了他一记耳光。 王蕊的皮肤很白,虽然相貌平平,但怀孕时期的皮肤状态和精神状态看得出来,是长期养尊处优下才能达到的良好程度。 林郑大概是给了他很优渥的生活条件,也给了他足够的关怀和爱。 我绞尽脑汁赚来的钱,成了供养这个女人,做阔太太的资本。 换谁心里,都不平衡。 王蕊被我打得有些恼羞成怒,懒得再跟我虚语尾仪,干脆亮出獠牙。 你如果喜欢待在这个名存实亡的婚姻空壳里,我可以让步。 十年都过来了,我不是等不了。 说到关键处,还不忘挺一挺自己的肚子。 十年里大多数时间郑哥都跟我在一起,你不过是个徒有名分手着空房子的怨妇罢了。 我像是被气坏了一样,又甩给他一记耳光,然后离开了。 难怪他会做出这样甜不知耻的事情,原来是思想里还残存了男尊女卑,母为子贵。 真的咯? 跟他在这一番对垒,更加剧了我想快点摆脱他们,独自美丽的想法。 王蕊在,我这吃了大亏,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他一定会加快逼迫林郑结婚的步伐。 而此时的林郑面临着巨大的商业危机,应该无暇顾及他。 以前王蕊是花结雨,是温柔香。 那是因为他需要蓄力等待时机,挤掉我这个正事。 可眼下他觉得事情已经暴露了,且资产已经大部分转移到他手里,胜券在握。 未必能够再陪着小义,等着林郑。 大概会和林郑闹。 林郑正面临开办公司以来最严重的商业危机,此时情绪焦躁,一定会觉得王蕊无理取闹,和他产生隔阂。 果然事情不出我所料。 从前林郑回家的时间很少,应该都是回了王蕊的家。 而最近,每次深夜烂醉后,不管多晚他都要回到我家。 我采取和王蕊完全相反的策略,忍着心里的厌恶,开始悉心照料林郑。 照顾他的身体还有情绪。 我们两个甚至连夫妻生活都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他单方面,肉眼可见的感情升温。 这种状态足足持续了一个月之后,我开始询问他公司的情况。 他正是苦闷不堪的时候,毫无防备地将困境和我说了出来。 我提出,要重回公司,帮他扭转局面。 他却慌了,毕竟他还需要掩盖已经转移股份的事情。 于是支支吾吾。 当初我就答应你,要养着你,让你想轻浮。 现在怎么能让你再为了我重出江湖,去商场厮杀呢? 我林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他抱着我,语气温柔。 这种浓情蜜意,让我遍体生寒。 一个人的多虚伪,才能在这样夫妻情深的外表下藏着狼子野心。 虽然心里很不适,可我还是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大概是真的有被我打动,他对女儿也明显比从前上心很多。 有空的时候,已经开始辅导女儿的功课了。 看似家庭和睦之下,其实夫妻两人各怀鬼胎。 段安俊告诉我,林郑通过中介,在林市买了一栋别墅。 并且开始张罗着卖掉王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八。 我简直要惊掉了下巴,林郑要转移王蕊了。 那我之前这段戏岂不是白眼了? 我忧心忡忡。 段安俊的目光,却落在了我脖梗间一片可疑的红痕上。 眼神暗了暗,你们,夫妻关系缓和了? 我下意识地捂住了脖子,莫名觉得有些羞愧。 半天没回出来话。 段安俊自嘲了笑了笑,我以为,经过这场变数,你多少会成长一些,有自己的主见。 之前,我听从父母安排嫁给林郑。 段安俊知道的时候,曾找我谈过。 当时我对他口中所说的爱情一无所知,我只觉得婚姻要的就是安稳。 父母都是过来人,为我选的一定是合适的。 所以,我几乎没有跟他好好谈话,也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 但经历过这次婚变之后,我明白了,人生就是处在变数之中,婚姻也是。 我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看法,对婚姻也是。 但在段安俊看来,我仍然和林郑过着正常的夫妻生活,便是想要将就过下去。 我心里有一些微妙的感触,面对段安俊竟然有一种偷心的愧疚。 似乎此时在我心里,他和林郑已经调换了位置。 我看得出段安俊很不高兴,但还极力表现出平静。 你要多为自己和孩子做打算。 我是一定会和林郑离婚的,只是不是现在,我赶快说,密切关注段安俊的神情。 他眉头渐渐松了下来,在王蕊名下的那一部分,可能很难收回来了。 但,你可以转移现金流,离婚停分财产后,逼迫林郑倒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偷偷转移资金的同时,我开始游说父母搬去大哥所在的城市。 也拜托大哥,替我在他那边看看房子,商讨商业转移。 我准备了一肚子画,试图掩藏婚姻真相。 但是大哥什么也没问,有条不紊地帮我准备着。 甚至在我没有提出的情况下,也为我女儿找合适的学校。 我已经开始准备后路了,但林郑完全没有察觉。 很快,王蕊临盆。 挣扎一天一夜后,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林郑再次借口出差,其实是跑去照顾他们母子。 我安排好了阿K取证,自己则整装待发,要去医院会会这一家四口。 透过房间的窗子,正好能瞧见林郑端着一只碗,再细心地哄着王蕊喝汤。 王蕊脸色不太好,表情也带着那么一股胶筋。 盲猜是因为又生了儿子,认为自己拿捏了林郑。 我推门进去,最先看见我的是王蕊。 他表情有一瞬间的错愕,转瞬便挂上了一副胜利者的得意。 颇为挑衅地看向我。 林郑转头,目光对上我的时候,完全慌了。 手里的碗没拿住,掉地上,碎了。 啪叉一声,清脆响亮。 表妹生孩子,你怎么不通知我,我像没事人一样,把手里拎着的礼品盒子放在了床头柜上。 林郑吱吱吾吾,大概是在搜长瓜度想怎么搪塞我。 王蕊冷笑一声,大概是鄙夷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但也没有接话。 我看了看一旁婴儿床上躺着的小不点,可爱得皱皱巴巴。 我没经过王蕊的同意,走过去把孩子抱了起来,一副喜欢得不得了的样子。 林郑在一旁十分紧张,十分钟后,我把孩子重新放了下去。 坐在王蕊旁边,看向林郑。 解释解释。 王蕊目光犀利看向她,我则是一瞬不瞬盯着她。 面对她的两个女人,她明显有些手足无措。 话不成句,半天也没说清楚。 我笑了,最近我和王蕊不是第一次见。 林郑震惊得完全合不拢嘴。 我把发现林郑去接孩子,到几次找过王蕊的事情,都稍加改编叙述了一遍。 很是伤心地问林郑,我们最近的恩爱都是假的吗? 你不是回心转意了吗? 这句话完全挑起了王蕊的战斗神经。 他搜地坐起来,给了林郑一个响亮的耳光。 九,你这个王八蛋,我给你生了两个儿子,为了你吃了这么多苦。 你却背着我和这个女人恩恩爱爱。 我就知道,产后的女人是最脆弱的,任她心机再怎么身,此时此刻都是最难控制自己情绪的时候。 病房里还有其他产妇和家属,此时围观吃瓜的群众都已经跌破了眼镜。 林郑颜面扫地,疼得站起来。 上前拉我。 阿桑,我对不起你,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会抛下你和女儿。 他声音很小,但王蕊还是听见了。 他吃着脚站起来,拉扯林郑。 你什么意思? 你不抛弃她,是要抛弃我吗? 林郑面露尴尬,抛弃我是抛弃弃子,舍弃她就是对两个儿子不负责任,她是真的挺难。 但也真是活该。 我拍了拍她的手,以示让她稍安勿躁。 然后上前,扶着王蕊重新坐在床上。 地下凉,你不想生病,最好老实躺在床上。 语气霸道生硬,但又透着人道主义关怀。 围观者的目光都变了几遍。 林郑看向我的目光里,也透着愧疚。 王蕊被我气疯了,但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继续道,你们虽然用表妹的身份欺骗我,在我眼皮底下猪胎暗结。 但孩子是无辜的,我的婚姻更是无辜的。 我不想撕破脸,但事情必须解决。 孩子是林家的血脉,送回老家,给爷爷奶奶带。 我会给你一笔数额可观的资金,帮你找工作或者开公司。 你离开我老公? 王蕊冷笑,你以为我是生育机器吗? 我挑眉,不然呢,一个男人十年和你生了两个孩子,但都不肯离婚和你再婚。 是因为爱你吗? 王蕊瞪向林郑,林郑手足无措。 爱大概不可能,但没有感情,也不现实。 见他不说话,王蕊开始歇斯底里。 郑哥和你结婚,就是因为你家里有钱。 他根本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现在你公司的股份都在我手里,该滚的是你。 林郑大概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赶快上去捂住他的嘴。 我装作伤心欲绝的样子,看向林郑。 我现在就去公司查证,如果属实,我们法庭见。 我描了一眼手表,孩子差不多放学了。 我不想让他们已经懂事的大儿子知道大人们之间如此龌龊的关系和过往。 毕竟,这场闹剧下的三个孩子都是无辜的。 我刚出门,林郑就追上来,拉住了我。 十。 阿桑,我知道自己对不起你。 我知道自己错了,所以现在都是尽量在弥补你。 我没有说话,一副愿闻其详的姿态,静静地看着他。 林郑大概是真的怕我和他鱼死网破,损失惨重。 将自己最近在林市买房,然后要卖掉王蕊住的这栋楼的所有事情都合盘托出。 原来从我找上王蕊之后,王蕊就将自己和林郑的事情捅回了老家。 现在几乎家里所有的亲戚都知道林郑有了两个私生子的事情。 即便林家二老很想要孙子并扶正王蕊,但实在是受不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频频劝林郑早点和王蕊断了关系。 林郑更是将自己儿子的户口落在了老家堂哥那。 也准备想和我商讨,看看如何办理手续把小儿子落户到我家。 他在林市买别墅,是因为如今生意亏损,想要置办固定资产。 一旦这边断裂,就举家迁往林市。 卖掉王蕊的房子,并掐断他的生活来源,彻底跟他断了关系。 果然,他不仅对我很毒,对王蕊也好不到哪儿去。 听了他的话,我真是遍体生寒。 但还是假装对他的回心转意表示感动,应挤了几滴眼泪,稳住了他。 他果然说到做到,迅速去办理了孩子的手续,根本不顾及王蕊还在月子里,偷偷地卖掉了他的房子。 只给他留了一张银行卡,就把人送回了老家。 王蕊哭天抹地,但是架不住林郑手段强硬。 当他诚恳地将王蕊的股份重新转回我手中后,诚恳地向我提出了要和我同舟共计,共同挽救公司与水火的提议。 而此时的我,却将一份股权转让书和他婚内出轨,并有私生子的所有证据都拍在了他面前。 他错愕了。 你抱孩子,是为了取样做亲子鉴定。 我淡然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亲戚,几乎没有人知道你做出这样道德败坏的事情。 我给你留足了体面,希望我们能好聚好散。 林郑笑了。 你处心积虑掏空了我的钱包,是好聚好散。 我不置可否,起码我们离婚后,我会给你留个活路。 你当初想过给我和女儿留活路吗? 林郑有些羞愧。 但她是从娘胎里就会算计人的性子,权衡利弊之后,还是签了股份转让。 她以为,我会真的按照约定好去好散。 但我还是拿着她出轨的证据,起诉离婚。 结果当然就是她只分到了极少的财产,而我获得自由。 十一 从民政局出来的时候,段安俊在门口等着我。 终于获得了自由,我也要给她这段时间的陪伴一个应该有的结果。 我晃了晃手里的离婚证书,让你久等了。 段安俊揽住我的肩膀,十二年也不算太长。 随后出来的林郑看到这一幕,脸色铁青。 但是并没有追问什么,而是给自己留了最后的体面,转身走了。 父母知道我和林郑分开,并没有过多询问。 我也在大哥的帮助下,置办好了一切,为女儿办理了转学手续,一家人都搬去了其他城市。 和段安俊交往一年之后,我把他带回了家。 很快,我就步入了第二段婚姻。 女儿和段安俊也相处得很愉快。 他很懂事,并没有多问大人之间的事情。 但每个月,我都会送他回去看看他爸爸,到了假期,也会去爷爷奶奶家小住。 这些事情,我从来都是支持他的。 大人之间再多恩怨,都不能阻断孩子和血亲之间的关联。 我和安俊婚后,很快在孕,有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 女儿很喜欢弟弟,虽然是重组家庭,但我们四个人一直很幸福。 离婚的时候,我给林郑留了一笔足够他东山再起的资金。 但他没有选择再踏入商场,而是根据自己的专业应聘到相关领域, 去老老实实做了个打工人,闲暇的时候做些理财。 在我有了孩子后,他也终于和王蕊领了结婚证。 但听女儿说,两个人过得并不幸福,经常鸡飞狗跳。 王蕊野心很大,一直想要的就是过上阔太太的生活。 可林郑显然已经没有了这种能力。 我虽然给他留了一笔钱,但他和我的这段婚姻变故已经广为人知。 他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算计和他一起白手起家的发妻,大家对他的人品自有定论。 业内自然无人与他合作,即便是做了打工人也很难受到重用。 他不可能再飞黄腾达了。 妈妈,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表姑姑住在咱家小区。 我也知道爸爸还有一个孩子,女儿出国留学前,突然和我说。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将他保护得很好,他并不知道我和他爸爸之间的种种。 我有些错愕,女儿笑着抱住我,妈妈,谢谢你一直这么保护我。 也谢谢段叔叔一直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 听了他的话,我忍不住泪如泉涌。 婚姻变故中,受伤的永远是孩子。 即便我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女儿,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一定还是留下了创伤。 更不要说林郑和王蕊那对总是受人指指点点的儿子。 林郑和王蕊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孩子们也因此无辜被牵连了一生。 虽然有些愧疚,但若要我再选,我还是会复仇。